很多人说来到这边不知道怎么去批发资草 那今天就跟着我的视频走一下 这前面就是战前嘛 我们可以看到这前面是红棉 从这里直直过去是过不了的 要走这个人行道 我们走这个楼梯上去 这个楼梯的每一层都特别矮 走起来有点费劲 我们现在走到了这里 可以看到一个省站 从这里下面过去再直直往前走 那一片区上面的话就叫战西 这里面有UUS还有惠美 还有其他的一些批发资草 我们从这个方向走过来 最先看到的是一个伊玛 伊玛它这边以前也是一个汽车站来的 现在改了 再转弯哦 转弯这里我们就先看到 这里有一个下去的一个入口 从这里下去的话 就是通那个APM伊玛那边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上面是白马了 我们在这边站着看一下 把它拉大一点 是不是可以看到APM 旁边紧挨着伊玛 他们都是在对面的 这里的话是有一个天玛 从这里下去的话就是白马 我们现在来到了UUS这边 这边现在已经上了很多新款 这边的每到下午都是人气很旺的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来这边零售了 但是现在有些当口因为他们是想做零售嘛 把这个价格整体的那个打包价格他也提高了 提高了之后呢 真正打包的人他就觉得性价比不高 就不想拿 慢慢的他的这个生意也会变少的 他们肯定是以为说做零售 PFAR也是一起抓嘛 而且零售的这个利润他们也要更高 但是有些当口的话 他反倒是把这个价格提高了之后 反倒是把自己原本的那个批发生意已经做得不行了 所以现在有很多转型的当口他转得不好 他转得太急了 现在有些当口他实质上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是把自己也转得不行 他慢慢的现在他很多都是跟不上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前有些当口 他专门是做批发不做零售的 现在转型了之后 他的那个开发的新款也是跟不上的 还有出货的速度也是跟不上 特别慢 每次是跟他们家要款的话都是很慢很慢 因为他没有批发的话 他就不够量 不够量去做这个货 他这边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款式 还有版型 价格的话 你说要性价比的话 那肯定是不是很高 这个要看个人的需求 如果说你平时都是喜欢穿款式 你刚好是这个消费人群的话 那肯定是非常符合你的那个风格 符合你自己的一个品位 但是如果你平时不是穿这些风格的 那肯定是不太合适 冬装的新款基本上已经上的差不多了 往后这些冬果的话就上一些补充款式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会有点赞 订阅